我做過餐廳嗎 我做過啊 賣過牛排 然後飲料店 然後我送米店 輕鬆送個餐而已啊 開心一點 再開心一點 再開心一點 然後 再開心一點 很漂亮 很漂亮的大主人 今天來拍的是我的新專輯裡面 我覺得最帥的一首歌叫 《那種人》 當初寫這首歌的契機是 我去我家附近六狗 在六狗的時候呢 撞見了兩位老婦人 對 然後他們看我眼神就是 非常的不懷好意 就覺得 你是不是 把我想的很壞這樣 我跟你們想想想想想 我再繼續用我們家補充 小心 多一點 OK Nice 太有戲了 很有戲 是有被人 我也覺得他怪怪的耶 不要打架好不好 現在我追求的都是那種 Peace 有什麼事情好說 講道理 對 講道理 講不贏 我告你 印象深刻應該就是 禁藥王 禁藥王那一塊 因為 我不知道我是歌手 然後我已經蘇建哥 然後這一次 又再度邀請他們過來 參與教育 對 那一段我自己演都會笑出來 因為他們真的太好笑了 超好笑 超好笑 殺青囉 我沒有訪問 謝謝各位 謝謝哥 謝謝哥 謝謝阿葉哥 好笑 我今天也有一個女主角 然後也是邀請到了 就是朋友 李悠 來擔任這個 角色 那 我們之間就是有一些 情情愛的故事 對 那大家看了應該都會感受到 那種內心世界的感受 就是一個人在猜忌啊 或是什麼 她是不是我想那樣的時候 好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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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浪漫 這輩子沒有做過這種事 沒有 學起來 等一下跟劇組問一下 那樣打擺 想吃包丸餐你看 記錄下來 他們那幾個 露嗦他們 你都在包丁請 好請請請 請客請客請客 我請我都請 有聽MARS23的音樂 的歌名應該都知道 我整張專輯是 以大量的trap 跟吉他為主 那 其實大家應該會沒有想到 就是 我會用這樣子Retrowave的風格 對 想不到吧 那 其實Retrowave 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音樂類型 那這一次就是 挑戰一下 然後 我也很喜歡這首歌 希望你也可以感受到這個vive